这就外山河啊 这就是练外山河啊 这就外山河嘛 所以你才要 我这个要过去了 这个肩跟胯 肩跟胯 走跟吸 手跟脚 是不是 你就是这个 你力量这个要过 这个要过的时候 你就 你就必须什么 你就必须 是不是 你就不可以把它分开啦 我这样要走 我这样要走 它是合住走的 所以外山河内山河 大家都讲 说肩跟胯合 走跟吸合 手跟脚合 什么东西在合啊 什么在合 你难道对齐了 对齐了就叫合 合吗 哪那么简单 那么简单还需要强调吗 那你说我们八卦 这样才有合吗 这样子你有没有合 这样子 这样子有没有合 合是结构跟力量的合 当我在动的时候 我在动的时候 你看 它们不是合 合吗 它们是一体的 它们是一体的 当我在走 它们没有合 以形态来讲 它们没合 力量来讲 它们有合 它们是一体的 这个叫合 不是这个叫合 不是这个叫合 那谁都会啊 要不懂 所以你必须力量要贯通 力量要合住 才叫一个结构 所以不是说吗 结构之书里面讲 结构的重点在哪里 在稳定 什么东西稳定 一个结构 什么东西要稳定 关节嘛 关节处要稳定 才叫一个结构嘛 而不是强 一个结构不是要强 一个结构是要稳定 维持住那个稳定 维持才能慢慢强 对 那才叫做结构 如果经常结构就强 那我其实就可以不用担心 肌手症的问题 对啊 因为肌肉有外层肌肉 跟深层肌肉嘛 是不是这样子 你的小肌肉都强 强起来 大肌肉 大肌肉不会弱啊 大肌肉强 你不需要变成 这个样子 它才叫强啊 这样会懂 当我们的行动 我们的日常 我们的行动 大部分是用我们的内部肌肉 在运作的时候 够啦 那个动作又细腻 是不是 如果这个练 这个短了会了 其实你要重心转移 你终于可以用这个 这个合在一起啊 本来就是啊 你做这个合 只是刚开始 你就不会让 不是我就说嘛 因为你们没有这个 所以刚才我说 洪泽在做这个 青龙飞升的时候 做不出来 什么原因 因为当你在空中 做这个转动的时候 你没有这个力量的时候 你在这边 你收不住啊 你不能在空 你看你看 你不能在空中 做这个东西 所以你必须要什么 你必须要先落脚 你要先落脚 你才能做 就是什么 你没有能力在空中 把你的身体合住 同时转动 那练拳 到后来就需要 就需要这个 这样不懂 比方太极拳 做一个铝 这个手也行 我做一个铝 它的拳来 它很重 我不能在这边 站定铝 我接它这个手 接它这个手铝 它来 我接手 我变成活步了 你再退 拳进来 我要做这个铝 我在空中的时候 我接它的手 当我在空中的时候 我的结构 必须要稳定啊 我这个铝 是在空中做的 在空中 我是维持住 做这个结构 来做 来做 做这个铝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当我 做这个铝的时候 是它的力量到哪边 我的铝就到哪边 我维持住 我维持住这个结构 你如果说 你没有这个东西 它的拳来 你变成这个 你结构没有了 或者 你是做 这个 我常讲嘛 你的步先落了以后 你的步先落了 就表示 你的力量 只能 只能到那个地方了 那如果 它的力量 如果对方的力量 大于你这个距离 你就倒了 像不懂 我们在行动当中 维持住结构 就是我的行动 在哪边起 哪边落 我维持住结构 我的起落 是根据它的力量 这样不懂 所以八卦才可以什么 才可以在 当我们做转移的时候 当我们做这些转移的时候 我在空中做这些转移的时候 我的结构能够稳定地做 我才可以这样做 那你不可以说 来我说 我一个摆 我在这边来做 那不行的 那不行的 因为你在这边 人家力量一送 你就倒了 这样不懂 而是我在做这个摆的时候 我的 我的 我的结构 你看 我的 我的结构 没有 没有变 在空中做的 而我这个做完 是因为它的力量完了 这样不懂 这个东西在哪里最多 可是它们后来就失传了 没有练好 是什么 和气道 和气道 和气道的精华应该是这个 好的吗 后来没有了 知道吗 可是你如果去看早期的和气道的大师级的 你看它们的动作 你看它们的动作 跟它们的体 当它们在做转动的时候 它们的体 它们接力量那个东西 它们这个是在的 它的转动或者什么东西 那个体 结构 都没变 它接别人的力量 是在空中接的 在移动中接的 你才可以顺势 你自己停下来了 你怎么顺势呢 这样不懂 对啊 你如果练对 练对的话 当然那个也是要对方的配合 因为对方要给他那个事 也就是说他的力来 我的力来 我如果脚停下来在这边了 我必须用力来改 用力来改 改变你 可是如果他的力来 你看我是这样子的时候 我不用 因为我的事没有断 我可以让你的事 跟着我的事延续 可是你的行又败了 这样不懂 因为你那一拳 你来 你打出来 你那一拳的行在这边 在这边是你最稳的 是不是这样子 可是当我的事 当我在空中走 到这边 你的行败了 因为我把你的事带出来 那我为什么可以把你的事带出来 因为我的事没有停啊 晓得吗 为什么我的事可以不停 因为我的脚没落 要不停 要不停 这是很大的学问 很大的区别 人家讲落地生根 你落地就生根了 你就不能到别的地方去了 你就不能移动了 你没有时间啦 高手对高手 你根本没有那个时间啦 高手对高手 都是抓那个timing的 所以你们这个结构力 必须要练 必须要练出来 那我只能教你们这个方法 这是三个阶段的方法 这是三个阶段的方法 你们自己要去诚实地练 什么叫诚实地练 就是不要用偷吃步的 很诚实地 我没有变 我这个没有变 手放在那边 我没有往后做 我没有 啪 这个 这个很容易感觉 但是少了这个支点 纯粹要用这样翻 对 所以你从 你从这个力量 转移到这个力量 到 你不要转移到这边 前脚拿起来 可是力量不要 不要转移到前 前 前 前手来 这个 这个更 更 更难 好 可是不要到前手 我是平均分配到 没有啊 那就是跟你们这个 把它提起来啊 然后你拿起来以后 身体就不 不平衡了 你就会 啪 你就会往前 踩 可是所有三个阶段 就是先这样子 然后再 不是 三个阶段 那个是预 这个是预备阶段 好不好 这样子 然后再用 那是幼稚园 小学你起码要从这个吧 跟我们在 以前练起码步一样 走 起码步往前走一步 就 就这个啊 这是练装的时候 就要练 练的 所以他这边 起码力量有一个 A到B的 对 拿掉手以后 你没有啦 对啊 所以你要 更大的力量 现在人叫做核心力 这个东西啊 比核心力大 大多了 核心力 现在指的核心力 只是 这个区域的中央 鸡 鸡 鸡群的力量 这个不是的 这个是 全 全身的 让我懂 你必须要有 必须要有这个力量 好 那以前从小练 庄开始就要练这个 你有这个力量 才有后面 讲的所谓练轻功啊 练什么东西啊 那些功都要这个 所以那些功都不是 靠你的局部 弹力好啊 或者用什么 不是的 都是这个力量 为主 这样不懂 所以它是中国武术 真正的最基础的 一个力量 好 好 有问题吗 一步 就很难了 真的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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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